几多几多次最差 我与你争吵已惯 火花点气太外难 你责怪我不转弯 双方望着但事实也口硬 而怒气似未散 不过学习性怒用爱冲淡 静静刚刚第一次 你不认识, 立即生效 不是吧 我不认识 我现在在哪儿?在水店收拾东西 静静 静静 你明天在买相機? 明天最早那班, 十點 其實你說你媽媽有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應該是有病, 但現在醫生正在檢查 也要過去才知道 我明天可以送你去機場 你不是十點有早上訪問嗎? 不如等我送, 反正我明天要出去工作 冬哥不會罵他 不用了, 這裡樓下有一呈車 直接去到機場很方便 我會處理到的 你和叔叔有沒有說下什麼? 他也是說要醫生檢查完才知道 他最近餐廳有些事 所以他也是分身不了 才叫我馬上去 那我先回報館收拾東西 你們不用等我門了 那你什麼時候回? 收拾就回 我問他什麼時候回香港? 我想他預料了, 有一段時間都不回來 又知道 這封是銀行寄給晶晶的通知書 他切了所有戶口 以及提早把定期都拿出來 他這樣做, 唯一一個可能性 就是他預料了以後都不回來 我很不開心 不開心 報言樂師是你師? 什麼?你想去旅行嗎? 晶晶的媽媽在那邊開餐館 她病了, 所以晶晶辭職過去探望她 我想看看那邊有什麼環境 又是媽媽, 又是阿根廷 那又怎麼樣? 沒什麼怎麼樣, 你繼續吧 幹嘛?你想追過去玩浪漫嗎? 玫瑰姐, 你用話來也侮辱我 和晶晶這份這麼純真的友誼 我生氣你 那你不生氣我吧? 不生氣 我想關心別人的媽媽 你知不知道晶晶的媽媽有什麼事? 沒說, 不過連田海也不知道 幸好 人家的媽媽有事還幸運? 幸好是別的樣子 幸好晶晶對田海和我都是同 就是證明她們還沒什麼 你這麼想法嗎? 回規車明, 唱你 你好 但我中不是都說下來的嗎? 他臨下來之前被老鼎拉進房間 應該是晶晶晶走了之後 誰去保護的位子 臨時臨急 也應該是大腦忠自己頂住吧? 是呀, 在這段時間 大家真的要全力以赴 免得大腦忠煩一煩 那就麻煩大家幫幫忙 不要讓爸爸這麼辛苦 真是想不到 平時這樣交代的唐晶晶 又會突然玩辭職 好像在他家裡有事 他也不想 晶晶平日很早提起他家人 是呀, 你們知道他有什麼親人嗎? 不是八卦, 純粹關心 晶晶自己也不想說 真是不想我們太關心他 不過放心, 如果真的有事 田海也會通知我們 那倒是 話說, 田海呢? 他剛才跟我說, 說不下來吃了 那要不要打給他 問他要不要外賣? 讓田海自己一個人靜一下 他應該是躲在家裡療傷 你們真的覺得他失戀嗎? 這頓拿走 好 岑小姐, 你不跟我們一起吃嗎? 可能昨天睡得不太好 我現在有點頭痛 我打算買外賣上去吃完 睡一會兒 剛才有Sam叫我幫他買咖啡上去 你可不可以… 我幫他買了, 幫他拿上去 晶晶還沒打回來嗎? 還沒,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環境 師父 師父 千千叫我老闆打賞給你 謝謝 師父, 肉餅剁好了 放鬆點, 別這麼擔心 他現在弄得要刺激回去 看來伯母也不會是小事 他這麼疼他媽媽, 緊張一定的 其實我只是想借多一點時間 來完成這個滷水汁 因為他真的對我很重要 他是代表我對媽媽的一番生意 如果他能吃到我親自做給他吃的滷水汁 他一定會很開心 而且這也是我唯一可以為他做的事 對不起 我不是有心想偷聽你們說話嗎? 你沒什麼意思 那個免治豬肉不錯 師父, 給我外賣 謝謝 他這陣子做事, 經常心神惶惑 不知道搞什麼 你回來嗎? 來吧 我好像咬出血感 是呀 這個, 送給你的 你給我這個嗎? 千朗皮屋, 九百點 一萬五元 你真的送給我嗎? 你這麼大手不準 你生日可以嗎? 我要十二千塊 那你是不是不要了? 要是要, 謝謝 我去看看你買了什麼 我去看看 迷人聽這些 是阿蓮的 好, 去吧 網球鞋也有? 清清的, 他報了班學網球 就買了東西送給他 你是不是用了那雙龍鳳鴉 有兩萬多塊錢咬身 我買東西給自己 你買了東西給別人 你好像彈球花了錢 你的病情比我嚴重 看醫生 沒問題 洗錢求開心 現在人家開心我也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 總之你覺得 你好像想快點洗掉龍鳳鴉的錢 怎麼樣?徐減仔 不好意思, 這麼晚找你 其實是想問問你下一集 貝兒好主意的主意嗎? 試招兩關蚊黃線 可不可以退後一集才做呢? 為什麼? 即是節目編排那邊 想我們來一集 教請潮州露稅 簽約的時候 說明說是節目 我自己拿主意的 如果我說不行呢? 我也明白的 我們也會尊重岑小姐的決定 那只此一次, 下筆為你 當然了…謝謝岑小姐 幹什麼? 我隨監製 叫我配合她的節目做煲滷水汁 那做煲滷水汁 對你來說也是很容易 那你怎麼這麼生氣呢? 這個不是容易和難的問題 是原則的問題 對嘛, 最初的時候 簽約廣東明說 這個節目我自己拿主意 他沒權干涉的 那他現在打來也徵詢你的意見 不過你就好像閘了馬 還噴到人一臉屁 今天有什麼節目看? 不是 今集我們要介紹的是 阿根廷的布兒洛斯, 艾莉絲 這是什麼戲? 《昏述電視台》 最流行的一部劇 催淚劇, 媽媽, 李別加 我也想看 對不起, 我給你聽 來…有它吧 是不是我敏感了呢? 是, 我洗澡睡覺 現在是九點三的 喝點東西 這個月的單, 謝謝 為什麼這張沒日期? 我這張是上星期的岑小姐 教主XO醬三明魚腩 XO醬的材料 讓我看看 阿倫, 明天知道的東西準備好了嗎? 可以了 我先去看看 爸, 怎麼會這樣? 什麼事? 滷水汁好像有點怪味 不是怪, 是變了 你無緣無故弄我煮滷水汁嗎? 沒有, 我知道滷水汁不能亂搞 你們弄我煮滷水汁 我沒有…我沒有碰過 是呀, 我也是剛剛見到這裡 我剛剛倒而已 那我都沒有關係 是不是煮滷水汁自己變了? 那如果我們都沒有弄過滷水汁 會不會煮滷水汁… 不會呀 煮滷水汁我一手一腳做的 他怎麼會自己變壞呢? 怎麼會這樣做呢? 怎麼會這樣做呢? 有些事想和岑小姐商量一下 我已經遷就你煮滷水汁了 你還想改些什麼? 沒有, 是老闆說 滷水煮來煮去都是雞蛋、豆腐、藍肉 問可不可以煮其他東西 有點心意 想怎樣生法呢? 不如煮滷水羊, 又或者是滷水魚 徐監製, 羊是酥的 魚更碎, 腥的 兩樣東西放進滷水汁裡 那個汁不要了 是呀 所以你就沒有吃過滷水羊和滷水魚 不然潮州人沒有新意 那當我沒說過吧 不妨礙你了, 岑小姐, 再見 就這樣 媽媽, 你在煮什麼? 在煮一杯滷水 真棒 我知道你喜歡吃蛋 我養了你三隻 媽媽, 其實貝兒也喜歡吃魚 不如你把魚放進去煮滷水魚 當然不行, 傻瓜 為什麼?媽媽, 你說吃多一點要有益? 是呀, 吃魚是有益, 但是魚是腥味 如果放進去, 滷水就腥味 還怎麼吃? 又是呀 所以, 剛才我買了六紅三魚 煎給你吃 好, 但是我要… 你要?你要煎得脆脆脆的 媽媽真的好嗎? 你為什麼貶罪了? 媽媽, 我看不到你的樣子 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你不想見媽媽呢? 我不知道 我… 為什麼我想起也想不到你的樣子 為什麼? 為什麼 不是這幾天潮汁, 怎麼壞了? 但是老闆汁不是可以飽很久嗎? 不是呀, 照樣應該沒問題 不要爭辯, 給我倒一煲汁 倒一煲汁 倒一煲汁 不過東西都變了, 還… 你臨煲汁的東西在這裡幹什麼? 倒一煲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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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小姐 不如我出去幫你準備那些材料再做 岑小姐, 你看這裡不舒服嗎? 沒事 你看到他, 別這麼早就下班了 你女人約了下班嗎? 我今天真的沒興趣 看到了, 看你整部電影 遇到你不吃了, 我買給自己 你剛才真的很餓嗎? 多情有可原, 最近這麼煩 其實也是我自己的問題 是, 如果當時我馬上把煲滷水汁滾 沒事的 你就是介意煲滷水汁 還是介意其他東西? 當然是煲滷水汁 你別假裝了解我 你覺得你自己很高深, 很難明白 還是你怕被人了解過頭, 沒安全感? 我只不過是不值得 有人假裝自己的神貝兒專家 花一萬多兩萬元, 買東西送給人 這麼反常的行為, 誰都看到 你別以為花了那些容物 對押的錢就可以跟你媽媽沒有關係 你別聽玫瑰的三言兩語 然後在後面幫我作一大個故事 行不行? 我想跟你說, 不要再跟自己搞對抗 老老實實承認你媽媽真的存在過 你承認對她還有感情, 有什麼問題? 那個是你媽媽, 不是在街邊一個陌生人 你是可以掛念她 對, 甚至乎恨她也可以, 沒問題 我這麼大的人 我自己怎麼做人, 我自己認識 我不用你教我 清清 你好, 我打給玫瑰, 她說你在這裡 你找我有事? 你在做東西吃嗎? 對, 進來 她們說你不在香港 她什麼時候回來的? 我剛才看見她 想還這個給你 上次在這裡做滷水汁, 問你借的 很香滷水味 對, 我下一集 貝兒很喜歡做滷水汁 可以試試嗎? 行, 試試 真是很有媽媽的風味 對, 你也說過 你媽媽煮滷水汁都會放芽芽糖 麥芽糖? 對, 因為我媽媽很喜歡吃甜甜的 所以她很喜歡放芽芽糖回去煮 怎麼了?不能放嗎? 不是, 我覺得很巧合 因為我爸爸也有這個習慣 你知不知道你煮的滷水汁 跟我小時候吃的是一模一樣? 應該是相似的 每個潮州人的家都會有 屬於自己的滷水汁 口味一定會有些不同 不過這個是屬於你自己的口味 你自己的記憶 我也無謂跟你吵 真的不用吵 因為我們小時候吃的是同一瓶滷水汁 我媽媽就是你媽媽 你說什麼? 媽媽的名字是綠彩霞 唐晶晶這個名字 是媽媽改嫁之後才幫我改的 我的原名是岑可兒 你記得的, 姐姐 媽媽說 因為反正我也跟了叔叔姓糖 不如就改名字吧 晶晶這個名字是我自己選的 因為我記得 你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叫蔡晶晶 如果我也叫你晶晶 那我就可以做你的好朋友了 你什麼時候認得我? 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 我已經認得你了 陳小姐 我們富翰想跟你做個專訪 媽媽曾經提過 她說你可能不想認回我們 所以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 我也沒有默默認回你 首先, 我沒有興趣去研究 剛才你說的那段 這麼富氣劇性的東西 是真還是假 再說, 就算真也好, 假也好 到了今時今日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姐姐, 你別再說謊了 你明明知道 爸爸的滷水汁的味道特別偏濃 所以我們的滷水汁是落了麻辣糖 就是完全遷就媽媽的口味 你可以救到一模一樣的滷水汁 證明你一點都沒忘記過 我做邊行的, 我做廚師的 我記得每一樣東西的味道 是一個廚師對食物的基本反應 我沒有其他理由 我知道你不肯認的原因 我知道你不肯原諒 媽媽離開你和爸爸 由她丟下家 離開家門口那一刻開始 我就當我失去了媽媽 就算你們姓唐的家人 覺得有多好也好 日子有多幸福也好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拜託你, 你不要跟我說 因為我不想知道 我真的不是想來騷擾你的 但我今次之所以辭職下根廷 是因為我收到警方的電話 他們說媽媽不見了, 當失了路 人家問他什麼他都不會回答 那又怎麼樣 我過去, 醫生已經證實了 他找了腦腿化症 他什麼人都不記得 他不認得童伯父 不認得我, 他偏偏記得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他的女兒, 岑菠兒 媽媽最疼愛的菠兒 她還在這裡求求我 因為她以為我是蔡晶晶 她叫我一定要幫她找回女兒 因為她在口裡 由始至終只有一個女兒 就是你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去見她, 不要 這是你的家事, 我幫你不懂 我真的很想念你, 姐姐 我求求你去見她 去見媽媽好不好 不要 你聽著 我岑菠兒的家人裡面 只有一個人 那個人是我爸爸 他前幾年死了 我知道你還很生媽媽 但他真的沒有了 他離開你和爸爸的那段記憶 所以我可以代他去你認錯 只要你在外面見他 我跪多久都可以 我曾經都像你一樣 每天晚上我爸爸睡覺的時候 我就跪在床邊求天 我求天給我媽媽、妹妹給我 我求天給我家 我足足跪了一年 結果呢? 你們沒有回來 我證實了一個事實 就是由我十八歲開始 我岑菠兒是沒有媽媽和沒有妹妹的 幹什麼?不親親的樣子 沒事吧? 來, 先坐下 你帶我們坐 來, 晶晶回來 你帶她開心得不懂反應 被你嚇死了, 臭小子 讓你看看這個樣子 吃得好吧 不是, 棟哥, 我還有些事送給你 什麼? 有什麼事慢慢說 晶晶帶了她媽媽回來 她媽媽原來患了腦退化症 怪不得她跑得這麼急 以她的性格 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她才會這樣 那晶晶也挺孝順 你別說 失驚無常說她媽媽腦退化 連家人也不認得那一隻 真是真厲害 還有一件更刺激的 什麼事? 原來晶晶不僅有個腦退化症的媽媽 還有個姐姐 還有個姐姐 原來晶晶也有個姐姐? 很奇怪吧? 好奇怪, 棟哥 原來她姐姐是你的師父 岑貝兒 什麼? 什麼? 是我的還有人 想要想看 Or are you 什麼人 finisか? 好的, まあ 再去为你